请你即刻以国安等级召开安全及经济国事会议 猛打经济牌 前一天郭台铭炮火猛批蔡政府要求召开国安会议 总统参议文立刻在脸书泡文反酸郭董 可能没注意到从去年起已经召开多场对外经贸战略会谈 也强调国安会议已经开过了 还附上Google搜寻截图来佐证自己又做事 开过了但是我们看不到具体的因应 我们看不到具体的因应方案在哪里 蔡英文不要只忙于内斗只忙于选举 蔡郭隔空互呛 有财经背景的国民党立委曾明中 也加入战局助攻郭台铭 我的理解到现在完全没有精确的评估 国民党的批评不客观 截至今年5月底 我们台上回流归于返乡 已经超过新台币3000亿元 增加就业人口也超过3万人 蓝绿立委各自护航 绿营强调已经从台商回台投资朝上着手 郭台铭也提出中立说 美中贸易下台湾该如何生存 蓝绿各自出招 看在学界眼中谁才能解决问题 回来台湾当然也是一个选项 但是回来台湾之后呢 大概就是说他锁定的供应的市场 也是美国市场 就是美国市场 你可能就某种程度上 必须放弃中国大陆市场 真的要这个选择一个中立的立场 不是那么简单的 因为这个市场需求导向 会给这个整个的决策有一些压力 专家学者保守回忆 毕竟美中贸易战 已经从经济战延伸到政治战 成为争抢2020总统大位的重要指标 黄宇新闻林志鹏 陈宜荣 台北报道